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YouTube 今天我想要教大家如何把你的演员从楼上丢下来 你有没有听错 是把你的演员从楼上丢下来 如果你没有看过我Final Year Project拍的Shot Film 有一幕是我的演员从楼上跌下来的 就她自杀 然后有一个女生讲电话 然后就有女生发现她跳楼的那一幕 所以有些朋友就问我说那一幕是怎样做到的 所以我今天就会说给你们看是怎样做到 在这个教学里面呢 会用两个发 一个就是video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照片 所以第一个video我会用的就是这个video 就是我以前在Final Year的时候拍的作品 然后会把人从这边丢下来 另外一张就是这一张 就是演员的照片 首先我们用Photoshop把这张照片去除掉背景 只剩下演员而已 用Photoshop把演员取出来 这个过程会花蛮多时间一下的 所以需要点耐心 把背景去除之后就把照片 save as png 然后选择interlace 之后呢再把这张png的照片 import进来 After Effects 所以首先我们在After Effects 所以首先我们在After Effects 我们就把我们的video drop and drop下来这个Firm Strip 然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composition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开始找 从哪里我要开始 应该在这边 ok 拿过来 再来哪里end 就 它发现我的演员跌下去的时候 就这边cut 所以在它发现之前 小孩子就要从楼上跌下来 所以我会把小孩子大概是从这边开始 跌下去 然后它就会听到声音 然后就Response 然后就往下看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 emport好了的小孩子 我的演员 drag and drop下来这个timeline 然后把它scale小 这样 再把它3D 然后再把它移来这边 再把Y Y position 调一下 Yup Yup 再把 position 移过来这边一点 所以在发现之前 大概在这边 小孩子要从楼上跌下来 在这边我就 click keyframe 然后再把position 拉上去 out frame ok 大概在这边 大概在这边 再把小孩子拉下来 ok 所以在这边 toyback 塞满快一下 ok 然后 然后 就这样跌了下来 小孩子是跌在 in front of the frame 所以 我们要把base layer 再盖上去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层layer 我们的video clip 再duplicate多一次 move to 我们照片的layer上面 然后我们再把那层layer mask出来 ok 所以 在这边 keyframe这边 oops oops 所以小孩子是会 跌下去 ok 这个一下 这个 ok 所以我们这样子 就有小孩子 从楼上跌下来的感觉 所以这样看起来很不真实 所以就要加上一个Motion Blur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Effect 就是Blur 然后再 找Directional Blur Random下来 Relang 55分 Vol 再拉 71分 所以就能看到 那个 萌的程度 是有一种 R 的感觉 所以在这边 再把PFrame拿來後面點 再把PFrame拿來後面點 再前面點 所以我朋友講著電話 然後小孩子從樓上跌下來 在Prame Pro我會再加上聲音 聽到聲音了 下到 往下看 OK 所以這個就是成品 所以最重要就是Positioning Masking 就這樣而已 然後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把一個人從背景 從一張照片去除 所以另一個比較難的部分就是 從一張照片把背景去除掉 然後再把它放進After Effects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給個Like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看 然後不要忘記記得Subscribe 在這邊這邊有一個Button Subscribe 如果看我更多其他教學還有Soft Learn的話 上面有兩個Button 給你選 看你選哪一個 你要看Soft Learn也好 看Tutorial也好 就按到你了